这个蜘蛛呢大概是我在四年前开始养的 然后它是从原来的八厘米 然后养到了现在可能大概是12到13厘米的一个状态 放在我的家里 然后放在一个专门的蜘蛛的玻璃饲养缸里 小叶说蜘蛛是四年前在网上购买的 已经经历过四五次退皮 三月八号那天她发现蜘蛛又要退皮了 然后观察到她的时候发现她不动 然后等待了24小时之后 就是发现她还没有退皮成功 然后去询问了一些朋友发现她已经死亡了 蜘蛛退皮死亡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就是个体越大退皮就是会越困难 我当时是找朋友给我推几个本地的标本师 小叶介绍当时联系了一家叫LZD的标本工作室 经过微信跟对方进行了沟通 约定好550元的制作价格后 她先支付给对方150元定金 叫了跑腿把蜘蛛送到了对方的地址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因为我当时正好有她退下来的一个 之前退下来的壳 我是想同时作为纪念品 让他们一起保存和展示的 没退出来这个壳的蜘蛛 它是放在上面 然后是以趴着的姿态展示的 它以前退出来的壳呢 是以腹部朝天的姿态摆放的 因为背面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破损的 然后我觉得可能两个同事都是正面的话 会不会让人误以为是两只蜘蛛 所以我会想说分清一个主次 这样子的话我自己在美观上 还有我可能个人感受上都会好一些 4月2号标本制作方发来了做好的标本照片 小叶发现蜘蛛之前的壳没有反过来展示 就是它是以背部朝天的姿态展示了 它就是不认可我提供的所有的修改建议 然后只说我的尾款可以揭免100元 这家LZD标本工作室位于萧山湘湖附近 采访时锁着门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的负责人 对方一开始拒绝与小叶做后续沟通 后来又回电联系介者 对标本制作情况进行了介绍 制作过程当中我就首先把个腿翘起来 没办法固定在这个背景上 第二我修复了 修复了 修复了然后可以让它正面展示 因为它的胸已经被我修好了 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看 它从腹部退出来 它腹部整一个都碎了 你反着沾它也是碎的 你正着沾它也是碎的 而它的这个正面呢 我是可以完整的给它修复的 八个腿正常可以像 像一个完整的标本一样 就是像它本体一样 标本工作室负责人介绍 它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进行制作的 针对改变客户制作要求的情况 愿意减免100元违款 目前双方还在就解决方案 做进一步沟通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